欢迎收看中文湖海财经网站10月4日的收视广播 今天讲股来说也有再次下错了 今天最主要是三点钟特区政府公布了为金融免法而立法 会在今晚凌晨之后立即生效 这个消息在中午传出来之后 大市曾经急错消过接近500点 其后来说跌幅收窄 但另外收市仍然跌至289点 大家都看到马行指收报25821点 成交方面有683亿 上升的股份只有620个 下跌的股份大概有1100个 看到市仍然相当波动 A股又从未复市 虽然昨晚美股反弹了100点 但对港股来说完全没有什么支持 市场都担心即使有这个法例 其实也没有办法将本地的情况是能够缓和 甚至乎更加会激发到一个对立和矛盾出来 也不一定 那究竟成效有多大呢 那就要拭目以待了 那就讲一下本地的股份表现 今天来说本地股又要再次回吐 那看回本地的地产股 今天来说行地跌了1.8% 新世界来说回吐了1% 新地来说跌得比较多 跌至近3% 报110元9号 那就是看长实地产了 长实地产来说今天也回吐了1.4% 那就是港铁啦 那就是今天来说也是回吐了2% 去回43.6毫半 那就是领钱呢 相对来说就是倒升了0.6% 那就是报87.4毫半 那就是本地那些 就是收租地产股普遍都继续是向下 那就是 反而是内房股今天来说就是 叫做跑完了大市的了 那因为呢 今早也有一些内房公布了消息 就是那个是销售号数据 那都落得不错的增长 那所以见到这些内房股有些是追捧了 那碧桂园呢 今天升了2.8% 报10.3.8的 那另外来说恒大地产 也都是升了5% 报10.5.8 那就看完融创了 融创了 融创中国现在升了1.7% 报32.25的 那就 那就 挺大的 就是重磅的 就是 成份股呢 今天都是保险偏远 匯控跌了1% 报58.25的 那就 腾讯呢 也都是有跌了0.7% 报322.8 那就看完有帮保险了 那今天来说也是回头1.4% 报73.25的 那就是 那就是 除此之外 那各别股份方面呢 就是有些炒作 那就是 2018 随声科技 那就 中传出就是说 就是那个 苹果的iPhone11 销售呢 就是 好过预期了 那就有些说 好像要追加单的情况出现 那所以来说 刺激股价呢 升了3.5% 43.5 那就是 那就是 3690 那就是美团点评 近来来说 就是 每天都创新高 那那今天来说 都可以升了2.8% 报84.7 也是创这个历史的 那个 就是高位这样的 那最后 那就是说完 八位的A泰 八位来说 今天也是 继续是 就是上市之后 就是做好 撑了3.5% 那就是 非常的 那本地股来说 暂时也就是 没有人走 那就是 明天 和星期一 都会是继续假期 那星期一 就是重央日假期的 那變成港股也是放三日價 下星期二來講港股和A股都會一起服市 市場都是在看 夢魅法是確立了之後 接下來這幾天本地的市況會是怎樣 那現在基本上就是 核心區的零售業來講 旅遊業來講都是一潭死水的 究竟那個暴力事件會不會繼續升級下去 還是能夠因為這個法例實施之後 會緩和呢 那這個就需要看來這幾天 即是本地的市況而決定的 那如果那個情況不是那麼壞 那不排除呢 含指可能在25,500點這個位置 都可能會先站穩 那但是如果再沒有什麼改善的話 那不排除呢 含指來講一失守了25,500 就要下市這個25,000點的了 那所以這方面呢 就投資者都是暫時呢 都是要拭目以待 那麼就 在選股的策略方面 那麼見到近來那個 即是政治事件其實 令到呢 即本地股來講呢 持續受壓 那一日未明冷化之前呢 相信這個情況都 即是本地股都已跌難升 那就是 相反來說那些內地股 譬如像今天的內房股啊 又或者是那些 即近來的物管股來講呢 反而是歷史都是有追捧的 那反映的資金呢 就是忠情呢 是要避開兩個因素 第一個來講 就是避開這個 就是本地的政治事件 就是選中資股那方面 但是中資股方面 也要避開中美貿易戰 就是說內需那方面呢 其實呢 就會市場 就是體重的股份 是的 好像昨天的李寧 安踏啊 這類股份來講呢 就是強勢 是的 物管股啊 或者是個別的 新興經濟股來講 就是做內需的市場 是佔大多數的話呢 那你都市場 都是資金呢 都是忠情這一類股份 那大家呢 雖然那個股值 未必便宜 但是來講 在這樣的時勢之下呢 就變了就是 就是 越強越強 就是 那些資金沒有出路的情況之下呢 就迫著要繼續呢 是炒作這些這樣的板塊 是的 那今天的收市分析 暫時就到這裡了